海外信用保證基金董事長林保錫 訪問印尼雅加達 他向臺鄉說明信保基金業務 林保錫表示 海外信用保證基金已成立二十九年了 在協助海外僑營企業發展業務上 均能配合僑務政策 提供必要的協助 而行政院為了推動新南向政策 也核准信保基金增資新臺幣十二億元 希望臺僑們能夠多加利用 海外信用保證基金董事長林保錫 率領經理劉彩雲 在雅加達太陽城餐廳與中國信託印尼分公司 總經理黃豐志以及臺商進行交流 周遙出席的海包夸駐印尼代表陳中 僑務組長張淑彦 經濟組長肖振環 印尼臺灣工商演藝會 聯合總會總會長賴維信等人 為了配合新南向政策 林保錫董事長與劉彩雲經理 前往雅加達說明信保基金業務 裁商們也紛紛提出問題 因為我那邊都已經借滿 臺灣借滿 難道我現在目前在印尼 有一堆設備 比如說我有怪手 我有土地 我有廠房 我有機器 但是我在印尼沒辦法帶到款 沒辦法帶到款 我有充分的保證 保證品 但是我找不到借貸的對象 林保錫董事長指出 行政院已核准信保基金 增資新台幣12億元 實施範圍擴大到新南向國家 每戶融資金額最高兩百萬美元 鼓勵印尼臺商多加利用 信用保證基金做的是提供各位 等於說你剛剛講的就是說 銀行你沒有辦法拿到貸款 可能銀行會覺得 你的那個擔保信可能不夠 那就是可以透過我們 海外信保基金來作為你的擔保 這樣子 肖振環組長表示 印尼臺商進行授信作業 找臺灣銀行來做信品 恐怕會有困難 是否只能找中國信託 做授信業務 對此黃峰智總經理親自介紹業務 並強調協助中小企業發展 是自己的使命 陳忠表示行政院就三大信保基金 匡列新台幣50億元 作為海外台商 尤其是新南向國家台商信用保證 是鼓勵台商融資很大誘因 從金融機構或租賃公司取得融資 促進事業順利發展 我想這個對於台商未來 在這個投資或者擴廠 需要資金的時候 借款方面會更加方便 那麼政府呢 加大這個信保的額度 也表示政府 這個對於台商的鼓勵增加 海外信用保證基金已成立29年 受僑委會指導 在協助海外僑營企業發展業務上 都能密切配合僑務政策 適時提供必要協助 臺灣黃電視傅一倩 印尼亞加達 採訪不到